中空院九棚基地 從昨天開始到二十九號 會在東南部的海空域 進行實彈試射 而從昨天開始 到今天上午 國防部偵測到了 有共艦三艘次 還有共機三十九架次 頻繁在臺海周邊活動 人家就認為說 這不排除是在蒐集飛彈的試射情報 但也很有可能是配合中俄 聯合軍演等演訓 飛彈從屏東九棚基地 射出劃破天際 中科院二十一到二十三 及二十八二十九號共五天 在東南部海空域 進行實彈射擊 不僅試射高度沒上線 還罕見在下午兩點試射 吸引許多軍事民前往拍攝 漁業署也發布公告 提醒漁民試射期間 不要靠近 就在中科院試射飛彈時 從二十一號早上六點到二十二號上午為止 國防部也偵測到共艦三艘次 共機三十九架次 機型包含彩虹四五人機殲十六戰機等 都有遇過台海中線 並進入我國西南東南空域 軍事專家認為 除了蒐集情報 由於一週前 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 率領五艘艦艇航行到西太平洋演訓 另外中俄聯合軍演二十一號登場 離台灣只有三百多公里 不排除這些共機 是去做共同操演 對此國防部表示 正在嚴密監控 記者 陳煥許正俊屏東報導